国家银行昨天宣布继续按兵不动 将隔夜政策利率保持在3%的水平 这也是国行第九次维持利率 同时也符合市场的预期 今天早上我们线上邀请到了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 为我们分析国行维持利率的这个决定 周老师早上好 周老师 对 早上好 是 周老师您认为说国行这次 对 早上好 早上好 周老师您认为说国行这一次维持利率 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OK 利率调整基本上是调控 红方面的主要的一个政策 而利率是否调整一般上又基于 这个刺激经济或者抗通货膨胀率 像马来西亚在2024年的上半年 我们即使在进行柴油价格调整 就是取消这个津贴过后 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跟核心通货膨胀率 皆可以有效的控制在平均1.8%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指数 加上马来西亚经济在2024年上半年 在国内支出以及出口活动持续增长的推动下 保持了强劲的增长5.1% 在这两大利好因素之下 我觉得这就是国航考虑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这样子的利好因素 国航就没有必要做调整 谢谢周老师 我们知道说美联储近期是准备要降息了 你认为说国航会不会跟着降息呢 还是会因为我国准备了津贴合理化 为了对抗通膨 所以再加息的可能性是会比降息来得大 周老师 OK 我看我先讲这个为什么要降息 好 谢谢 我先讲为什么我们需要降息或者是调整利率 从经济的这个基础上 降息的这个目的 短期的目的是刺激经济 但长期将会制造通货膨胀 而加息的目的一般上 短期是因为要压制外压易经济增长 长期来控制通货膨胀率 就像美国现在的过去的一个政策 它未来要控制通货膨胀率 而不断的调整它的利率 但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时候从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的这个角度 加息或减息却深深影响着 这些海外资金的一个流动 所以有时候受到这个资本市场资金的一个流动 国航会采取相应的利率调整来应对 而这方面受到的主要的就是 外在环境的因素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国航在过去最后一次调整利率 是去年的7月6日 从2.75%调升至3% 当时候主要就是应对美国不断调整利率下 对流动资金的一些的这个控制 所以在未来是否调整利率的基础上 其实将会取决于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的动力 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否收口 所以如果我们以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受到很好的这个控制 我们又有相对相当强劲的经济成长力 加上马币对美元升值最近的这个背景下 国航接下来会调整利率的可能性不大 最有可能影响调整的将是来自于 如果美国调低 都要调细了过后 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影响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话 这样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航才有可能进行 相应的这个对策来进行 所以也就是说从当前的状况 调整利率的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 好的了解 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 希望国航能够做出为我国经济 还有人民带来最好效益的一个决定 谢谢周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基金批分析 谢谢你 谢谢 谢谢